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故事几乎已经家喻户晓 可是我们在津津乐道这些故事的时候 也不免会心生感慨 那个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 为什么最后会落得个乌江四稳的下场 项羽和刘邦之间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 期间屡屡大破刘邦 项羽一直是处于上风的 为什么最后他会败给十里远不如他的刘邦呢 项羽的失败究竟还有怎样深层的原因 敬请关注复旦大学江鹏副教授 精彩品读资质通鉴第九集 项羽之败的启示 上一讲咱们是从论官 欣赏 必法 这个三大法宝的角度 分析了刘邦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 那么这个三大法宝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一条 最核心的是什么 最核心的就是用人数 通过刘邦和项羽的对比 我们可以发现在用人数这个问题上面 项羽的确是跟刘邦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 关于这个问题 咱们还可以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在楚汉相争的后期 为了彻底击垮项羽 刘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谋士 陈平曾经给他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计策 反舰计 通过挑拨离舰 项羽和他这些最核心的团队之间的 个人关系 来达到孤立项羽的目的 这个计策应该来说是非常成功的 比如项羽最最重要的谋士 其实也是项羽最最贴心的人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叫范增 大家熟悉楚汉相争的话 对这个人物一定是不陌生的 范增之所以最后会离开项羽 就跟陈平的这一条反舰极有关系 我们之前讲过 刘邦这个人 其实如果他自己去领兵打仗的话 这个能耐其实不怎么样 跟项羽这个直接面对面 兵对兵刀对刀的时候 总是刘邦输的时候多 刘邦这个处于下风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有一次呢 这个刘邦又被项羽围困在新阳这一带 双方呢就开始进行接触 刘邦觉得自己这样被困下去不行 所以呢 想办法要向这个项羽求和 那么双方之间就有信使来往 有使者的来往 有一次呢 项羽的使者就来到了刘邦这一边 跟刘邦来谈点事情 这个机会就被陈平给利用了 使者来了 把事情谈完了 谈完公务了 你得这个招待人家饮食啊 得招待人家起居啊等等 陈平就利用这个机会 种了一个反剑剂的种子 把使者招待好啊 这个让到这个一个居住的地方 然后特别叫人准备了规格非常高 非常精美的食物 拿去要招待这个使者 陈平派去的这个人 拿着非常丰盛的食物啊 就来找这个使者了 他说你辛苦了啊 这个用点餐吧 然后呢 一边还跟这个使者套近乎 哎呦 您是这个范增派来的使者吧 这使者说 哎不对啊 我是向王派来的使者 陈平派来的这个人 故作惊讶 这个时盒 端在手里还没放下呢 说一听说什么啊 你是项羽派来的 对不起对不起搞错了 这个东西不是给你的 我以为你是范增派来的 才拿这么好的食物招待你 哎对不起啊 搞错了我拿走了 于是拿回去之后 换了一通非常粗糙的食物 给这个项羽的使者 这个事情就让这个项羽的使者 非常的恼怒 所以回去之后 这个使者一定是一五一十的 把这个情况向项羽给汇报了 项羽一听心里也纳闷啊 非常的疑惑 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为什么刘邦那边的人 对待范增派去的使者 和对待我派去的使者 这个态度会是不一样的 范增是不是暗底里面 跟他们有什么勾结 在谈什么事情 背着我做一些 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项羽就开始心里有这个疑惑 打这个鼓 正好在这个时候呢 范增又来给项羽提意见 他说跟项羽说 你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 刘邦被困在信仰城里面 你没有多少手脚可以施展了 没有多少的这个本事 可以腾挪了 抓住这次机会 不能放走他 一定要加紧攻打信仰 活着这个刘邦 本来这个建议 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建议 如果放在平时 以项羽对范增的信任 应该是接受这样的建议 但是正因为之前 这个使者回来 跟项羽讲了这么一个情况 项羽心里开始在想 范增给我出这个主意 是不是跟刘邦设计好了 让我这个加紧攻打他 然后他们其实有一个 暗地里的算计 比如说引诱我这个进军深入 然后想办法一起来对付我 之后刘邦跟范增之间 瓜分他们之间的这个利益 会不会有这个打算的范增 反而放缓了对新阳的进攻 于是又错失良机 让刘邦给逃走了 这范增一开始还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怎么回事 之前项羽对他言听计从 很多时候 像这种关键性的建议 如果说范增给项羽提了 项羽一般是会采纳的 怎么这个劫护眼上 这么重要的建议 而且显而易见 是非常正确的建议 项羽为什么突然就不听了 范增一开始不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 后来才知道 哦 原来有这么一回事情 是因为项羽的使者 在刘邦那边受到这样的待遇 回来以后搬舌头 把这个事情 讲给这个项羽听 使得项羽对范增产生了疑心 范增知道了这一点之后 非常生气 生气的并不是说 这个意见项羽没有采纳 范增的意见 项羽不采纳的也很多 我们大家知道非常熟悉的 鸿蒙宴 鸿蒙宴里面 范增跟项羽说 你一定要找 这个抓住这次机会 把刘邦给杀了 项羽也没听 这都没有让范增 非常的生气 生气到 要以 离开项羽 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都没有 这一次 范增是真的生气了 为什么 在范增看来 我辅佐你这么多年 对你忠心耿耿这么多年 我对你们项家 从项羽的叔叔 项梁开始 范增就是项家的谋事 我和你共事这么多年 在你心目当中 就抵不上实责的 这么几句话 明显的刘邦这边 使得是凡剑计 使得是挑拨离间这一招 你就这么经不起 他们的挑拨 我在你心目当中 就这个地位 我在你心目当中的信律 就只值这么一点点 范增感觉到非常生气 这是真正的让范增感觉到 像与这个人 不可共事的原因 可能倒不在于前面说 这个具体的建议 项羽是否吸收了 所以一气之下 范增对这个项羽说 天下是大定义 君王自为之 愿赐骸骨 君王当然指的是项羽了 他对项羽说 看样子 这个我的意见 你是不需要了 天下大局 已经在你的掌握当中了 那么我在你身边也多余了 于是这个范增 就离开了项羽 项羽似乎也没有特别地挽留一下 但是 范增心情 是非常难以平复的 觉得这个自己这几年不值得 真的不值得 这么死心塌地的 帮助项羽 最后在项羽心目当中的地位 就是这样的 被别人这么一挑拨 就给挑拨走了 非常生气 所以在半道上还没回到老家呢 范增 因为生气 背上长了一个毒疮 这个毒疮溃烂 吐血而死 这件事情 你如果站在刘邦的这个立场 来看这件事情 当然这个策略是非常成功的 你看把这个项羽最重要的智囊 给挤兑走了 但是站在项羽的角度看呢 刘邦这一条 陈平给刘邦使的这条技是个毒技 但是有一句俗话 叫做苍蝇不叮没缝的蛋 再怎么样 这个计策 无论是优秀还是拙劣 只要有人愿意上钩 有人愿意上当 这个计策就是个成功的计策 其实大家看看陈平的这个计策 它高明吗 放在很多时候 比如放在一个 具有准确的判断力的领袖那 这个计策不见得 就一定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计策 但是项羽上钩了 项羽上当了 这就是一个成功的计策 体现出什么问题 我们上一讲讲过 用人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宜人不用 用人不一样 项羽对于这么一个 共识了很长时间的 而且平时项羽管范曾叫什么 项羽管范曾叫雅富 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对待的这么一个人物 经不起陈平 这么轻轻地一挑拨 项羽在这个问题上疑心 的确是太重了 跟刘邦比呢 陈平原来是从项羽这儿 投奔过去的 是一个降将啊 刘邦对于陈平上前 能够如此信任 如此重用 两项一比较 在用人数上的高下之别 马上就出来了 项羽和范曾的故事被很多史学家们记录下来 他们以此来说明项羽在用人上和刘邦的差距 事实上很多史学家也认为不会用人正是项羽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 其实在资质通鉴中 关于用人不移这一点 司马光还记载了很多案例 对比一下 我们甚至会发现 在用人不移这一点上 项羽甚至还不如一个十几岁的小孩 汉朝有个皇帝叫汉昭帝 是汉武帝的儿子 汉昭帝非常聪明 在这一点上 看一样子是遗传了他父亲的这个优点 非常聪明 这个小孩 这个故事是怎么一回事情的 因为这个汉昭帝啊 他其实是汉武帝最小的儿子 汉武帝去世之前 因为在他这个晚年的时候 发生了这个宫廷政变 然后呢 在他临终前几年 要在他剩下的几个儿子当中 挑一个继承人 挑来挑去 没有十全十美的 最终从人的角度 从人品的角度 挑中了他这个最小的儿子刘福林 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 当时这个汉昭帝只有七八岁 一个小孩 所以光凭他 让他一个人来处理国家政务 这么复杂的事情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汉武帝在立刘福林为太子的同时 还嘱咐四位大臣 要他们在自己死了以后辅佐这个儿子 帮助他一起治理天下 那么这个四个大臣 也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四位 排名第一位的霍光 大名鼎鼎的人物 接下去还有精密帝 上官杰以及桑洪阳 这样四位大臣 那么在日后的政治当中 发挥巨大作用的 真正对汉朝的政治产生影响力的 这四个人当中 其实是排名第一的霍光 霍光 他在汉代中期政治上的影响力 是其他三个人无法比拟的 所以我们如果读字字通鉴 你读到汉昭帝这一段 你会发现在当时政治舞台上 最活跃的是霍光 而不是这个汉朝帝 汉朝帝很多时候 他躲在幕后 等霍光把事情处理完了 他来画个钩 表示同意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事情 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虽然霍光他兢兢业业 治国也非常有成就 非常得到汉朝帝的认可 但是其他有几位 同样是受汉武帝托付的 这个顾命大臣 辅政大臣上官杰 跟桑红阳就不满意 再加上刘福林 当时还有一个哥哥建在 他们兄弟当中排名老三 这个哥哥被封为燕王 这个封地就在咱们今天的 这个北京河北一带 封为燕王 这个燕王对于自己的弟弟 刘福林继承父亲的皇位 非常不满 所以呢 也有野心 也想通过一些政治事件 政治谋划 来达到自己的野心 他想把自己的弟弟搞掉 自己去做皇帝 所以上官杰 山洪阳和燕王之间 各自抱着不同的目的 走到一起 串通到一起 上官杰跟山洪阳是想把霍光搬倒 自己来执掌朝政 而燕王他有更大的野心 想把刘福林给搞掉 自己来做皇帝 于是 这几个人商量定了之后 上官杰就秘密地让人写了一封举报信 这个举报信是以燕王的口吻进行举报来写的 里面举报了霍光三大罪状 哪三大罪状 说第一 前不久 霍光到长安城外 简阅五倍 在出城的路上 动用了天子出行 才能够动用的理智规格 这是第一点 讲的他是健阅不成 第二点 说霍光平时提拔人 专门提拔谦生那些跟自己关系好的 而不是对国家有贡献的 这样的人 这是说霍光 结党淫私 第三条 说霍光 更了不得的是 前不久 趁着这个简阅五倍的机会 为自己的大将军府 征派选掉了武力 征选了教委 明显是有图抹不轨的心理 三大罪状 汉昭帝读完这封信之后 就问身边的人 大将军呢 大将军在哪里 就是问霍光在哪里 旁边的人告诉他说 大将军不敢进来 知道自己身犯重罪 不敢进来 汉昭帝说 你把他去叫进来 把他招进来 霍光听到 汉昭帝招见自己 赶紧进去 见到汉昭帝 把帽子拖在一边 就是谢罪 古人呢 这个谢罪 官员在皇帝面前 借罪 免官而谢 把帽子脱下来 谁知 汉昭帝 直接对他说 正知 士书 乍野 将军无罪 这封信 是假的 带有欺诈信 你没有罪 这个态度反而 让霍光感到很奇怪 霍光自己都不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情 年纪小小 只有十几岁的 这个汉昭帝 怎么知道 自己是无罪的 怎么知道 这封信是假的 汉昭帝就给他分析 他说你看 你到长安城外 去检阅五辈 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 你去的是 长安东都门外的 广民亭 这封举报信里面 也说 这就是前几天的事情 计算日子和道路 来回之间 这件事情 大概也就 十天之内的事情 但你想想 燕王在哪里 燕王的封地 我刚才讲了 在今天的北京 河北一带 今天北京是咱们 全中国的首都 最大的大城市 但是在汉朝那个时候 北京 包括像今天的上海 这都是属于 边远郊区地带 当时的首都在长安 从长安 到今天的北京 这两地之间 有多少距离 当时的交通工具 比如说 你就用最快的交通工具 用快马 从长安到北京 传递一个消息 需要多少时间 霍光这个事情 十天之内的事情 从长安 把消息传到燕王这里 燕王他要形成反应 写好这封举报信 再从他的封地 传回到长安 没有两三个月 这事情下得来吗 办得下来吗 肯定不行啊 所以这十天之内 发生的事情 怎么会这么快 燕王就知道了 而且写了这个举报信 就送回来了 可想而知 这封信 一定不是从燕王那儿 送过来的 写信的人 他就在长安 所以汉朝帝说 他判断说 这封信有诈 于是下令 去找这个 送这个举报信的人 写这个举报信的人 果然那个送信的人 逃走了 证明这封信 的确是有欺诈性 是假的 汉朝帝的这么一个分析 一个十几岁的小孩 对于情势 如此洞察深刻 让身边所有的官员 都吓呆了 惊呆了 看样子这个小孩 别看这个皇帝年纪小 不好骗啊 古人有一句话 讲得非常好 这是一个 对一个领导者 非常好的一个告诫 叫做 指狐疑之心者 来缠贼之口 就是一个领导人 你当你决定 去用一个人的时候 你在用他的同时 却不放心他 对他有种种的怀疑 种种的猜测 这样的机会 是很容易被那些 有各种各样目的的人 利用的 很容易招来 各种各样的残言 通过项羽和刘邦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出 项羽在赏罚上不如刘邦 在用人上也不如刘邦 在用人不宜这一点上 他甚至不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这些问题最后导致了项羽的失败 那么对于自己的这些缺陷 项羽是如何认识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这位西楚霸王的 最后一站说起 这最后一站当然是我们历史上 非常著名的该下之战 我们有很多富如皆知的成语 比如说四面楚歌 比如说十面埋伏 这些成语都跟这一次 著名的战役有关 在这一战里面 项羽的千军万马被彻底瓦解 自己也被汉军团团围困 最终自问而死 这是该下之战大概的情景 那么要讲到里面一些具体的内容 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来展开 项羽最后被汉军团团包围的时候 自己的千军万马 最终突围出来 跟着他突围出来的 只剩下八百几 八百位骑士 跟随着他一起逃亡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有战末的 也有抽机会 开溜的 所以这样一路下来 跑到最后 铁定星致死 一直忠心耿耿地 跟着项羽的骑士 跟着项羽的战士 只剩下二十八几 二十八位项羽最后的铁杆粉丝 就这一辈子就认准项羽了 就跟着他 哪怕最后的结果是死 也要跟着项羽 只剩下二十八个人 项羽和这二十八个人 最后被汉军的数千名骑兵团团围组 围在一个山脉的高地上 项羽也知道 这一劫恐怕是躲不过了 所谓英雄陆路 黯然心伤 自己也知道 自己这个是走到最后一步了 这一关是过不去了 但是即便如此 西楚霸王 毕竟是西楚霸王 仍然豪气冲天 没有因为面对如此惨淡的结局 就缴械投降 苟且投身 没有 明知功必败 战必亡 但是还有最后奋力一击 做最后的决战 的确是令人钦佩 豪气冲天 西楚霸王 这个时候 项羽对这二十八位 最后对他忠心耿耿的战士说 今日固决死 愿为诸军快战 必溃为斩将 义骑三胜之 项羽说 我们今天固然是决一死战 我给大家来一个痛快的 虽然我们面对 数百倍于我们的敌人 我们是出于一个绝对劣势 但是大家听我分配 听我调动 我有把握 带着大家一起冲出重围 而且能够斩杀汉军的将领 能够砍断他们标志性的旗帜 而且我有把握 反复三个回合战胜他们 于是项羽就把这二十八个人 二十八位骑兵 分成四个编队 面朝四面 东南西北 跟大家说好 我们这四队人马 从四面分别冲下 分别突围 突围之后 跟他们约定 说我们在突围之后 在山东面的另外一个高地 重新聚合 但是聚合的时候 大家记住 我们不能再聚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汉军的人数远远多于我们 如果我们又聚在一起的话 汉军调整一下阵型又会迅速地围攻上来 又会把我们团团为主 我们要趁这次机会打乱他们的阵营 我们现在分成四队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这个队形 所以在此聚合的时候 也不能分成四个地方聚合 因为这个容易被他们掌握规律 我们要变化队形 这样汉军肯定一上来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你们打算干什么 更重要的是分成三个地方聚合之后 汉军会一下子摸不准 不知道项羽到底是在哪个地方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要判断 他们要重新调整 然后有一个时间差 利用这个时间差再次突围 再次打乱他们的阵营 这样我们就有愧违的把握 大家看 项羽的这个调度 虽然是最后一战 虽然是非常惨淡 但西楚霸王不愧是西楚霸王 临危不乱 调度有方 跟他指挥千军万马的时候一样 张法丝毫不乱 的确是一代名将 这么安排好之后 项羽率先大声疾呼 从山上冲下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项羽冲下来的过程当中 项羽是如何威猛的一个人 史书上是这么形容的 他说 汉军皆披靡 披靡这两个字什么意思 披靡这两个字 原来是用来形容草木 经不起狂风的摧折 而散乱的样子 用在这里形容什么 就把项羽比作是狂风 咒语 一阵轰的一下下来 虽然汉军是千军万马 但是被这个气势给吓倒了 这千军万马就是一颗一颗的小草 经不起项羽这一轰 在这个过程当中 项羽斩杀了一名汉将 于是项羽他安排的这个战略 第一回合宣告胜利 第一个战略目标实现了 28个人加上项羽突围成功 而且按照项羽的指定 在山的东头另外一面 分成三个地方聚合 汉军的阵营被打乱 然后汉军果然分不清楚 这三个地方项羽到底在哪里 所以花了一点时间来调整阵营 然后把所有的军队 汉军把所有的战士分成三个部分 三个地方分别去包围 不管项羽在哪里 三个地方都包围住 那项羽是跑不了了 采取这样一个策略 那么这个时候 项羽又要开始指挥大家 实行战略的第二步 第二步是什么 第二步就是要利用这个时间差 当他们这三队人马站住脚跟 汉军刘邦的军队还在调度 还在整合的过程当中 分别又从三个不同的地方冲下来 然后这次冲下来之后 这三队人马要聚集在一起 再重新把这个力量整合在一起 这一次项羽又成功了 项羽再发霸王之威 从高地上面击齿而下 斩杀了一名汉军将领 杀伤了数百名汉军将士 经过这么两次非常复杂 汉军损失很大 但是项羽这一边呢 再次集合之后 减点人数只损失了两名战士 原来二十八个人到这个时候 还有二十六个人 当然如果单从作战的角度讲 这个战绩是非常娇人 是非常令人骄傲的 项羽也通过这么一次战略部署 证明了自己的确是一个将才 的确是打仗是有一手的 所以再次聚合之后 项羽就问他的这些手下们 说怎么样 我说的怎么样 这些骑士纷纷败服 说大王说的太对了 你真是千古一出的英雄啊 到这个时候还能够打出 这么漂亮的仗 有句俗话叫做 蒙虎南敌群狼 任凭项羽再勇敢 作战再勇猛 架不住汉军的人数是几百倍之多 挡不住汉军一次又一次的 维和上来 一波一波地涌上来 你这剩下的二十六个人 加项羽二十七个人 他们一个一个跟你耗 你也坚持不到最后 所以到最后关节 项羽命令大家下马步战 在这个步战的过程当中 项羽又杀伤了数百名汉军将士 然后自己呢 也身负十余粗重伤 不堪再战 最终自问而死 一代英杰 就此允命 一个非常七创的下场 结局 那么这个事情啊 我们把这个 这一次战役的过程讲完之后 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 值得我们来讨论 项羽在只剩下二十八级的情况下面 明知道是功必败 战必亡的情况下面 他为什么还要精心地排兵布阵 去打这一仗 除了宁可战死 也不苟且偷生的霸王气概之外 他还想通过这次战役 证明一点什么 通过这次战役 达到什么目的 其实在突围之前 项羽就跟他这几十个部下 二十八位部下 讲得非常明确 项羽他说 吾起兵至今八岁已 生七十余战 未尝败北 遂罢有天下 然今足困于此 此天之亡我 非战之罪也 项羽说 我自从跟随我叔父起兵反秦 到现在整整八年了 在这八年过程当中 大战小战 我亲身经历过七十余次 打过七十余仗 没有一仗是败北的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我的这个作战的能力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最终的失败 并不是因为我能力的问题 并不是我作战有问题 而是什么 而是天王我爷 这是老天的意志 很多人看项羽的故事 看到的可能是 他的霸气 他的英雄气概 的确 项羽是一个 不可多得的将才 可是如此豪气冲天 不可一世的项羽 最终却败给了刘邦 面对失败的结果 项羽到最后 也没有认识到 自己的问题 他把失败的原因 归结到了上天 可是当一切尘埃落定 当司马光回头来看 这段历史的时候 他却可以做到更加客观 那么在司马光看来 项羽的失败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刘邦在讨伐项羽的 过程当中 数落过项羽 有十大罪状 当然这里面 难免有政敌的诋毁 刘邦对于项羽的评价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 对吧 两个人是敌人关系 但是里面也并非全都是 捕风捉影 比如说项羽这个人 后来很多学者 很多史学家 都评价项羽这个人 他在仁义上做的是不够的 这体现在两方面 既体现在 他所灭亡的那个秦朝 如何对待秦朝的军民 体现在这一点上 也体现在他如何对待 自己的盟友上 项羽进入咸阳之后 抢夺秦始皇宫中的珍宝 烧毁秦朝的宫殿 盗掘秦始皇的陵墓 杀害已经投降了的秦王子英 更有甚者 在新安这个地方 坑杀了二十万 已经投降的秦军 这是不仁 然后呢 项羽在征服天下以后 在灭亡秦朝以后 自称西楚霸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分分过十八家诸侯 这都是当年跟他并肩作战 一起反秦的将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治天下的过程当中 刘邦批评项羽说 他为政不平 主曰不信 不公平不信 这是对自己盟友的不义 刘邦讲错了吗 没有 有具体的事实根据 比如说 当初的这个十八家诸侯当中 有一位叫韩王臣 这是之前战国七雄当中 韩国的贵族 本来呢 张良是跟在这个韩王臣边上 因为张良的祖上 都是韩国的高官 张良很想帮助韩国复国 后来张良碰到这个刘邦 跟随了刘邦 项羽因为痛恨刘邦 同时也痛恨张良 因此迁入于这个韩王臣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封了他 但是对最后呢 没有允许这个韩王 回到自己的封地上 而是带着他一起回到自己的领地 彭城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一带 到了彭城之后 又把这个韩王的王位给剥夺了 把他降为侯 降为朗侯 过了不久 又把韩王臣给杀了 杀韩王臣完全就是因为项羽 痛恨刘邦 奸及痛恨张良 迁怒于他 迁怒于这个韩王 所以司马迁 他评价项羽 说项羽这个人 自今功法奉其私智而不失谷 为霸王之业 予以力争经营天下 五年卒王齐国 生死东城 尚不觉悟而不自责 过瘾 来引天王我非用兵之罪也 岂不谬哉 这里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司马迁批评项羽说 他认为经营天下 靠力量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项羽错误地认为 力量是可以服人的 除了力量之外 其他都是次要的 都是不重要的 这是项羽所犯的最大的错误 对自己种种在政治上的错误 一点反省都没有 厚无上天 司马迁说 这样的一种自我认识 是非常荒谬的 项羽势力这么大 拥有百万之种 是当时实力最强的祖侯 但是 在处理政治的过程当中 宰治天下的过程当中 不仁不义 如果你是这样一种方法 来对待其他人 你就算拥有一百个观众地区 你又怎么可能 避免失败的命运呢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你去熟悉这段历史 这么深入地去分析项羽 去评价项羽 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帮助呢 我们这个生活当中 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啊 不可能做到像项羽这个样子 你要是跑到该下去 让别人来唯唯你 别人还没有兴趣来唯你 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没有机会成为项羽 没有机会成为刘邦 为什么还要来分析他们 我觉得项羽这个故事 对我们今天人 我们普通的人 平凡的人 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最大的启示是 我们一定要有一种 自省 自警 自悟的 能力 从小处端正自己 不断地反省自己 不断问一问 自己在什么事情当中 是不是做错了 是不是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 而不要把自己的失败 把自己的不成功 经常归足于别人 归足于其他外在的原因 这是项羽这个故事 能够给予我们今天的普通人 最大的警示 这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